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这是老司机全店续扬实测 今天来到我们榜单的是这台北汽的EU7 这台车是怎么引起我注意的呢 是两汇的时候 我看到这车是两汇专用车 当时觉得这还挺好看的 而且比之前测的EU5还要再大一些 然后那EU5之前大家就还挺看好的 我又把这个车也借来了 之前测EU5的时候那台车的续航还算扎实 然后我看看这台怎么样 基本参数它是60千瓦时的电池容量 AEDC续航是451公里 我们今天全天依然是70%的市区加30%高速 空调全天开的22度自动 并且最后用二维地图记录所有的行驶轨迹和里程 给你们看 然后这台车其实整体的质感 跟北汽他们家新能源的车 就新的这些新能源车质感差不多 比原来老的肯定是要好一些 但是在刹车的调调上 还是不是特别的线性 就刹车的部分 你踩下去出段比较的虚 就要么没有 要么一踩重一点就点头那种感觉 所以刹车这块我不是特别喜欢 然后另外就是隔音 大家也能听到就不是特别好 另外这套音响系统也一般 所以在车里就开一整天 其实多多少少在声音的这个方面有点弄似 其他的倒没什么问题 然后看看今天成绩怎么样 出发 哈喽我们先做30%的高速总结 这会儿已经开完高速开马 在最右侧车道跟大家说一下 这台车呢 我们因为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 整个高速是堵车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先选择跑了城市道路 这个稍后部分给大家讲 然后高速的这个部分 我们真正上高速起来速度的时候 电量剩62% 现在是剩32% 就是30%的高速结束了 然后这个部分 我的表显续航掉了135公里 实际上我在高速跑了整整100公里 这个比例其实还不错 电耗也不高16.3度每百公里 这个数学数比较常规的 差不多 高速这个部分 如果说表现能够及格的话 那整体这台车 应该最终的水平是不差的 我们再去城市看一下 哈喽城市道路总结 今天是礼拜六 所以整个北京轴柳一般都属于通畅路段 和堵车路段非常胶着的那种 然后今天我们出来的非常早 所以早上先跑了100公里的通畅路段 这台车充满电耗的表显 是451公里跟NEDC一样 然后当时我就清零了我的小记里程 然后表显掉100公里的时候 实际上我在路上跑了有108公里 这个是通畅的情况下的 电耗有差不多是13.6度每百公里 然后到了高速跑完之后呢 我又跑了下午 下午北京就不要堵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电耗有超过14度大概14.7左右 实际上又混上一些通畅路段之后呢 我表显掉了100公里 跑了大概93公里 所以基本上也还是一个1比1的状态 所以整体的电耗差别不大 还剩下最后30公里 大家看看结果会是怎样的 哈喽 跑完了 由于我们今天出来的非常早 所以这回跑完了还没有天黑 这台车整个的续航表现 我是比较满意的 不论在任何路段下都是稳扎稳打扎扎实实 之前跑EU5的时候就很棒 这回又是不错的成绩 到了最后一个阶段15公里续航的时候 它就显示杠杠杠杠就告诉你没了 快去充电吧 实际上这种情况下我还开了20公里多 所以整体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看一眼奥违地图 记录我们全天总共行驶了 9个小时20分钟总里程是428公里 这个成绩占到NEDC451公里的94% 给它鼓个掌表现的不错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奥违地和全天的一个轨迹 这时我们来看看老司机 这些产品除了续航以外在行驶质感上也在提升一些 那就更好了 最后说一下充电的问题 这台车我们刚开到0% 停过来 插上充电枪之后 马上充电速度就可以上升到30多千瓦 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另外是算账的时间 这台车60千瓦时的电池容量 如果说你用家用充电装 那么全国最便宜时段电价可以到三毛钱一度 充满整项电只要18块钱 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国家电网充 并且还选最贵的时段1块8亿度 那充满整项电是108块 这么个区间 拜拜 大家去玩了 一起玩 OrET 二位 你 可能 准备